歡迎收看 以115萬票高票連任的新美市長 侯友宜30號出席首場卸票行程 獲得支持者熱情加油 他到底要不要角逐2024總統大位 前理委郭正亮在政論節目指出 若是侯友宜和副總統賴信的 與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三方對決 賴侯會呈現激戰 反而柯文哲會被邊緣化 我們希望柯次郎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我就在台大休息一下再說 忙著出國的柯文哲可以回避不談 宣後民調滿天飛 根據網路媒體最新2024大選民調顯示 若民進黨派出賴清德上陣 民眾黨推黨主席柯文哲出馬 若對上侯友宜 侯友宜35.4% 賴清德29.4% 柯文哲23.2% 若郭台銘出馬 郭台銘32% 賴清德31.7% 柯文哲22.6% 對上韓國瑜的話 賴清德33.1% 柯文哲27.7% 韓國瑜25.9% 都對上朱立倫 柯文哲36.1% 賴清德34.7% 朱立倫12.1% 賴清德和侯友宜在撒卡都的情況下 各善勝場 九和一的選舉結果 對民進黨的傷害很大 尤其對賴清德的初選 對上侯友宜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侯友宜果然在這一次 因為大勝了四十幾萬票 造成了他這個新北市長的 這個連任是他的總統之路的最大推力 幾天的發展也看得出來 很多人開始也出正式出來 拱這個侯友宜要參選 侯友宜跟柯文哲 這個調性是非常接近的 那這一次選舉結果 侯友宜接收了這些所有的光環 得到非常高票的這個支持 而柯文哲率領的政黨 相對慘敗剩下四怕 2022選舉落幕 藍綠白的總統大衛爭奪戰才正要開始 最新的民調出爐 現在大家已經在談2024的爭霸戰已經開打了 先請佩芬姐跟我們一起來看 從這一份民調當中 我們先來看這個左半邊組合一到組合三 組合一如果國民黨是由現在的黨主席朱立倫上陣的話 這個民調看起來跟前面的柯文哲還有賴清德差了一大截 朱立倫只有12.1 是第一名的柯文哲的三分之一而已 好 那麼如果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出馬的話 35.4% 贏過這個賴清德大概有這個6% 那柯文哲23.2 好 那第三種組合是如果召喚郭董 好 如果郭台銘出戰的話 32.0跟這個賴清德 如果民進黨這邊是賴清德出現的話 那麼兩個人勢均力敵 那柯文哲22.6% 好 2024的總統大選 如果說大家的預測 沒有什麼這個失誤失準的話 大概也會是撒喀都了啦 那佩芬姐怎麼看 看侯友宜這樣子 民調看起來 這個氣勢誰能擋得住啊 佩芬姐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選舉 大家真的不要高興太早 失望的也不要太失望 坦白說你說 民進黨是不是輸了大敗沒錯 因為他丟掉了那麼多席次 那國民黨是不是大勝未必 你知道國民黨上一次選 跟蔡英文選總統 蔡英文拿到817萬票 韓國瑜只拿了550萬票 可是這一次如果加總起來 國民黨雖然大勝 他總共的票數是568萬票 他多了18萬票 那民進黨從817萬丟掉了 現在變成474萬票 沒錯他有300萬票沒有開不出來 但是並不表示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坦白說民進黨這次為什麼年輕人還有那些人不出來的原因 其實這幾年來 點點滴滴滴累積出來的 不是一個晚上出來 民進黨其實還是很會選舉 你知道他選舉的過程中間有很多的哏图 我今天没有带来 那全部从南到北 所有国民党的候选人也好 政党领袖也好 完全被丑化 非常难看的那种梗图 像比如说像蒋万安 趴下来跟习近平跪 然后又那种之类各种样的图 所以他很会选举 他并不是不会选举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这次为什么输掉 因为真的完全执政 他真的是骄傲 你知道那个执政的傲慢 以前马英九时代也是 政治那个知识傲慢跟执政傲慢 他的傲慢 所以很多民怨 他根本没有看在眼里 另外就是真话听不进去 坦白说刚刚那个王毅元讲到说什么疫苗 疫苗问题不是只有年轻人没有打老人打先 你们疫苗不够才会有这种情况吗 然后另外就是治安问题 你说88枪在那个时候一直绕 然后还有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很多小店真的做不下生意 所以这些问题真的是他累积起来 不是他真正的问题 所以佩芬姐现在陈其迈当了这个代理的党主席 那郑文灿也说他接下来也是要下乡去好好的检讨 那不过现在大家也会讲 重头戏2024即将开打 洪友宜这一次在国民党选得这么好 那不过当然这个坊间很多风声啦 说朱立伦可能会订很多这个卡侯的条款还是怎么样 现在又开始 哇 党内的公斗戏是不是要开始了呢 那你现在看这个情况像不像2020年 就是2018年国民党大胜 对 吴敦义那次也带得很好 然后2020年完全就是那个样子 那朱立伦为什么历次民调那么低 坦白说他真的就败在上次换柱 国民党你们很多人对他是非常感冒 那你说他这次有没有功劳 当然有功劳 但是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其实来说是真的有点团结 虽然得票不高 至少你知道桃园跟台北已经就是在团结 被他们收复了 如果桃园不通 你知道原来真的四分五裂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把它全部统合起来 你知道像邱义胜也好 还有那个李玉玲也好 他们原来真的是自己要选 而且非常不高兴 那最后好不容易团结起来 所以才打胜 那问题是你现在这个态势看起来 比如说像郭台铭 因为他买了疫苗 所以他声望很高 但是他上次选总统不是很难看吗 而且你知道吗 他上次选总统得罪了侯友仪 得罪了国民党 然后因为他本来这个要参选的时候 后来退党 把国民党臭骂了一顿 然后他当初找了一堆年轻的主播之类帮他助选 现在通通走掉了 换句话就是说 他并不打算长期耕耘 所以你说他下次会不会选 以目前的态势看来 好像没有那个打算 虽然他声望很高 大家也认为他是最大的助力 那你说侯友仪有没有缺陷 当然有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说 就是你做一个总统 你的高度 就包括你的外交 国防 经济各种样子 侯友仪是一个非常好的行政院长 因为他势必公亲 每一样事情都做得很好 但是你说要谈到两岸也好 国防也好 外交也好 国际官方面 我相信他应该还有一大步要走 所以你说到时候真的选起来 打起来的时候 真的鸡飞狗跳 这些不见得真的是优势的 这个国民党的状况 当然也要请赵原基议员 因为其实刚才佩芬姐有讲到 又稍微称赞一下朱立伦 因为揣摩朱主席的心境 他还会觉得 这一次的提名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国民党这个桃园的部分 当时一开始 不是还有鱼死网破那一出戏 那最后朱立伦也是坚持 一定要提张善政 那后来国民党也收复了桃园市 所以对朱立伦来讲 他选得这么好 他甘心只帮这个侯友宜来抬轿吗 来原基议员怎么看呢 因为四年前也是一样状况嘛 我们四年前九合议选举 国民党也选得非常不错 那所以吴敦毅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称职的 当时的党主席 是是 那不可讳言 但吴敦毅他如果要挟着那种 胜利之枝要去选总统 他民调就是比较低 那所以当时党内也没有人看好他 他个人的民调低嘛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你说因为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 朱立伦就一定会想要出来选总统 我觉得也未必 因为毕竟过去的经验 可以当作现在的参考 那现在国民党到 还没有开始讨论到 总统选举这一局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等一下会讲的补选 是 波议员你觉得朱立伦都没有总统梦了吗 干不可怜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总统梦 关键就是说 你有没有机会出来选 你有没有机会出来选 这才是问题 那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如果要提名的话 当然就是要提一个会赢的 如果朱立伦主席如果说他会赢 那当然大家都支持他 这没有问题 那一定要透过很多种方式去评估 评估说能够成功赢民奖人选 大家再去支持 那当然民调我觉得是一个参考的依据之一 那现在看起来 好像侯友宜的民调是最高 如果就以ET独队来讲的话 不过我觉得现在各阵营都会做内参民调 内参民调可能会更准一点 我不是说ET独队不准 而是说这些就是公布的民调里面 很多也许有机构效应 或者是说像921之前 也有很多民调也都是文宣 市的民调 我们党一定会做内参市的民调 那国民党现在开始做了吗 还没有啊 我刚刚就讲说 现在其实还没有人在讨论这一局 我们很多问题还要先处理 嘉义市长也还没选完 南投也还南投的立委 那这个内参市的民调 一定要找一个一定会赢的人选 那假设我先不管内参民调 就假设ET独队就是内参民调的话 看起来就侯友宜他第一名 而且这一局很像是台北市长的局 就是说这个讲话 非常像三角都 那我觉得 这个第三咖就是总统选举是克文哲 克文哲我认为他比黄珊珊还要弱 就是在他 克文哲在总统的这局的角色 会比黄珊珊在台北市长的角色还要弱 而且克文哲也不太会跟我们合 你看他今天就开始对我们国民党开炮 他说他还没下台 蓝绿议员就联合起来 目前 因为他没有要跟国民党合 所以未来三角都的机会是很高的 可是如果三角都的话 如果是侯友宜出来 我我认为到时候大家会七颗跑侯 所以侯现在一面看起来确实是最高 可是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民调是要一直持续做 就是说以一地独立 只有赢新德6% 我觉得是不够 为什么因为侯友宜他还有一个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有落跑的问题 你不管你接不接受落跑这个事情 但是他就是落跑 就是说他就是新北市长没有做完就带着参选 只是说你接不接受而已 那民众接不接受呢 这不知道 这个比如说要看选举结果 或者是看民调 那包括其实林佳龙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 一直主打这个议题 我们我们新北市到处都大看板 巨头半年市长 巨头半年市长 可是民众还是给侯友宜一百一十五万票 所以这是某种程度 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去支持侯友宜 然后这一波的民调做起来 大家也都知道侯友宜已经是选 已经连任新北市长 可是还是愿意支持他去选总统 所以这个都是评估 可是我也不觉得说每个人都会接受 也不一定 然后尤其是选战开打以后 民进党一定会狂空这个打 什么韩国瑜2.0 什么这种各式各样的话语 一定会去激化大家的情绪 所以他的民调也许就是会有波动 所以要很评估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参选 我觉得这参选的声明要处理的很细腻 也不能说因为我到哪里 有一个阿嬷跟我讲说要出来 所以我就出来 就不行 这你们老板一定讲的 一定要一个比较 要有一个比较感动人的 那这几件事情 要怎么有正当性 对正当性的部分要处理好 那几件事情处理好 我觉得党是会支持他 包括我认为朱立元应该会支持他 现在大家都想象说 朱侯好像很不熟 两个人是有仇 没有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因为我两边我都有关系 他们是有沟通的 他们是会讨论的 那当大家评估 发现猴是唯一人选的时候 党一定会协助他 就是比如说征召 或者是帮他排除万难 我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知道 当然民调不一定大家都可以接受 不过摆在眼前 ET Today网络新闻员的这份民调 我想朱立伦看到 心里应该是不好受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麻烦志中议员来帮我们分析 谢谢